台中又将多一处儿童运动中心 由旧东风市场二楼空间改造 规划有高4米半的儿童攀岩墙 以及幼儿体操滑布车相关运动推广 地方名代与台中市运动局长李玉瑞前往视察 目前进度已达9成多 5月中可逐期完工 提供2到12岁的儿童丰富多元的运动场域 高4米半的儿童攀岩墙是未来北屯东风儿童运动中心的最大亮点 在市府的努力下将就东风市场的二楼部分空间大改造 而目前的进度已达9成 这一天地方名代与运动局长也前往视察 第一次尝试着在公办的体育活动设施里面去设置攀岩墙 那我想这个部分在现在小朋友的运动上面攀岩跟攀爬算是一个相当受欢迎的运动 而且促进身体的协调跟反应能力 最重要的是现在小朋友都需要有一些冒险的这种精神 我想这个也对于我们培养下一代小朋友参与运动很重要的一个推动的运动策略 其实非常多小朋友都非常喜欢攀爬这样子的活动 那在这样子运动中心里面至少也先有一个非常攀岩的这样子的硬体设施存在 我想对于未来儿童的发展跟儿童的兴趣 家长也会非常喜欢这样子的设施 北屯东风儿童运动中心将设置有运动地平、置物空间、安全转电规划 可以提供2到12岁年龄层的儿童有更丰富及多远的运动场距 目前消防及多项的硬体都已到位将进驻招商阶段 他说原则上大部分的硬体已经完成了 尤其是这个空间的设计跟这个灯光等等 跟之前相比差非常非常多 场包含安全、置物柜、身体的空调 还有未来周边软电的铺设 那后面我们还有儿童、幼儿体操、足球、球类运动、滑步车等等 后面都会慢慢再把它按照工程进度来做一个增设 这座儿童专属的运动中心预计5月中可以逐期完工 工部门让繁华退居的老市场要注入新生命 也让下一代可以有更完善的运动环境成长 这临家话台中采访不到